大家好,把豆腐和茄子搭配在一起 没有想到出锅真的是太香了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茄子和豆腐一般我们都是炒着吃或者是炖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 喜欢的朋友先收场关注一下哟 免得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 首先准备一个从树上刚摘下来的茄子 用去皮刀把茄子皮去掉 然后再把茄子地切掉不要 洗干净之后把茄子切成薄片 接着把茄子切成细条 切好的茄子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放入一小勺食盐 拌均匀 放一旁腌几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一小把 提前洗干净晾干水分的韭菜 把韭菜的根部切掉不要 然后把韭菜切碎 切好放入一个大碗中 放入一小少食用油 先用筷子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先把豆腐切成薄片 在切豆腐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后面往前切 这样会比较好切 然后切成条 最后把豆腐切成小丁 切好放入盘中 再准备两颗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盘中 小碗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搅闪 搅成细腻的鸡蛋液备用 锅里面添入食用油 先润一下锅 油烧热倒入切好的豆腐丁 用铲子把它扒拉开 开中火来煎 煎至底部金黄 给它翻一个面 最后把豆腐丁煎至表面金黄 再淋入鸡蛋液 快速的用铲子翻拌均匀 使每一个豆腐丁都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最后炒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再放入葱花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先放一旁冷凉备用 这个时候大盆里面放入300克面粉 放入两克食用盐 搅拌均匀 然后往里面倒入150克 40度左右的温水 用温水和出来的面 吃起来的口感 柔软又劲道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成没有干面粉的大面絮 下手把它揉成团 多揉一会儿 把面团揉光滑 最后揉成像视频中这样 软硬适中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面10分钟 这个时候的茄子也腌好了 腌出来这么多的水 然后再用力挤出里面的水分 抖散放入一个大盆中 把冷凉的豆腐鸡蛋也放进来 韭菜也放进来 开始调味 放入食盐 鸡粉 五香粉 一扫蚝油 其他的什么佐料就不需要再放了 这样味道就非常的鲜美了 闻着就好香 拌匀备用 面板上撒上干面粉 这个时候的面也醒好了 一拉好长 然后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再把小面剂子整理一下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最后擀成一个薄薄的长方形 厚度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往上面放上馅料 一次性可以多放一些 然后均匀的铺开 再从两边把它折起来 折的时候按压一下排下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对折起来 拎起两头往两边拉伸 然后再卷起来 卷的时候卷紧实一些 尾巴这里抹一点清水 防止开口 像这样这个生坯就做好了 所有的生坯一次性做完 摆入蒸笼 锅里面的水烧开放入蒸笼 盖上锅盖 开大火上汽以后蒸20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直接显开锅盖 用手摸一下不粘手就证明已经熟了 一刀做法简单营养又好吃的 茄子豆腐菜卷就做好了 我们先切开一个看一看 皮薄的透亮 一层一层的裹着馅料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一层比一层香 好吃到停不下来 既当菜又当饭 而且做法还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快动起来吧 别忘了收藏点赞转发加关注我哟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明天再见